你想跟他离婚是吧 对 结了多久就想离啊 结了一年半了 结了一年半了 咱们把他分一分好不好 好 从婚前开始说 当时为什么嫁给他 就是因为觉得 他是一个挺帅气又老实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又有责任心嘛 所以说我就选择嫁给他 可是经过一些事情 我感觉他是一个出而反而的人 老实说话不早调 所以说我选择要离婚 好嘛 这个出而反而不招调是吧 说婚前的时候 你答应出二十万的彩礼和一套婚房是吗 对 婚房是你首付还是全款 首付 首付 女方是要给多少钱的嫁妆 谈了吗 给十五万的嫁妆 给十五万的嫁妆 这是双方答应好的是吗 都商量好了的两家一起 完成了吗 就是没有完成嘛 因为他家嘛半天拿不出那个财礼钱 然后现在拿不出财礼钱就算了嘛 然后我们我们两家就商量说一人拿一半买了房子咯 然后本来就说高兴就就结婚嘛 哪个小的他老是欺骗我 等于你也没有彩礼钱 还没有要到 还没有要到 当年的那个财礼钱 其实付了首付和定金的嘛 那个钱不够我要跟他家里 叫他赞助一点 然后这个钱还没到 首付的钱付了是吧 对 是谁出的 都是你出的还是你们一家一半啊 我们一家一半 当时考虑什么时候把这个钱给他呢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个平房嘛 那时候我们妈妈要我们拿去把它卖掉 然后给我们结婚用嘛 那时候 是希望那套平房卖掉之后来用的 对 是不是 好 这就是大家婚前协议了 协定之后对于南方都没有兑现 没兑现怎么还嫁了呢 因为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嘛 可能他给我的感觉也是那种会过日子的人 所以说我们两个就 我又决定说嫁给他嘛 然后那时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对 那在那个时候他有其他的承诺吗 就是承诺说把那个房子卖了 给我财力钱 可是现在房子他想拿去卖了 还债 还什么债呢 就是因为他在上班那里嘛 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 叫他去做一个投资 说回报率还挺高的 然后就说做生意嘛 然后就去找他朋友 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 然后借了几十万的钱拿去做生意 可是那个人呢拿了钱就跑了 现在钱就要不回来了 不知道要不要回来了 等于他被骗了 对 就被骗了 被骗了为什么要离婚呢 就是因为他现在把那个平房拿去卖了 拿去还那个债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承诺说 把那个房子是给我了 拿来当我的财力的 所以说我要离婚 你这样子等于就为了一套房子离婚嘛 姑娘你这个谁听谁都觉得物质啊 你们婚后生活得好吗 不好 怎么不好呢 因为就说不是过年的时候 我去他家里嘛 然后一直妈东西嘛 在家里妈这样妈那样啊 他也没帮我的忙 然后完了我自己家完了 还去婆家那边帮忙 都没有心疼过我 我在我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然后到半个月的时候 我整个被骗全部都贴满了高压 他从来没有心疼过我 就他不做家务是吗 对 还跟了他朋友就那里嘻嘻哈地聊天 都不在乎我 因为那时候他跟我父母承认过说 结婚以后不让我沾一滴水嘛 可是现在根本不是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他结婚的时候 两个承诺都没实现是吧 没有 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对你好 不让你沾水 就不让你干家务是这意思吗 对 现在都让干了 都干了 而且说话老是骗人 还骗了你什么 就是我就以为只有那几万块钱 拿去给他做生意 可是他就背着 那几万块钱是什么钱 就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赔我的嫁妆钱 让我拿去卖了 你父母给你结婚的黄金首饰 他都卖了 卖了 我拿去卖了 还让我去找我父母 拿了两万块钱 我以为就这几万买 我就说这几万被骗 就被骗了嘛 感觉也没有在意 可是他还背着我去找朋友借钱 那等于说 你跟你妻子说投资要钱 你妻子就把赔嫁的首饰卖了 然后又从你岳父岳母那儿 拿了两万块钱 给你让你去投资 对 我总共这一万 你说的投资额当时说的是多少钱 一共二十万 你跟他说的是多少钱 刚才说的是几万块钱 为什么跟他说几万 却投二十万呢 但是我当时怕他说我嘛 我不敢跟他说嘛 那你就可以这么骗他吗 那你也没问清楚 等于你就相信他是吗 对 你是觉得反正这几万块钱 投了赔了就赔了 对 因为他一直心想着说去做那个投资项目嘛 为啥呀 你为什么不跟老婆说实话呀 说是二十万 我就是当时怕他说我嘛 我不敢跟他说嘛 那你就不怕这钱没了 当时我挺放心的 但是我没想那么多 后来被人家骗了就被 好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怎么想吗 他就感觉我欺骗了他 所以他要和我离婚 我再问你 你除了这件事 还有什么事是瞒着他的 这就是他心里想象的最可怕的 对吧 对 你还有其他事瞒着他吗 没有了 你信吗 不是 你看 他不相信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没有信任感了是吧 对他 对他已经没有信任度了 当时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他追的我 他追的你追了多久啊 追了几个月吧 谈了几个月结的婚啊 谈了五六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你也并不了解他对吧 对他 就是现在 就是觉得他帅对吧 对 那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 嗯 知道啊 他们什么意见和态度 就是看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就是想结婚 我父母也挺赞同我的 如果他确实就是这个事骗了 你没其他的事 你还考虑吗 嗯 也不考虑了 因为他总是说些话不早调 说反而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这套房子的首富 你们一家出了50%对吧 嗯 这房子怎么处理 就说如果离婚了 我们会选择把这个房子拿去卖掉 我们一人一半了 你怎么想呢 因为当时我结婚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嘛 嗯 如果说他那边要离婚了 我只有一人一半 但是我现在想的我不想离婚了 这媳妇怎么样 媳妇我觉得她挺好的 我就想挽留她 哦 那你可以打开吧 首投 trouble 不关 worker 我帮他